主席王院長 立元同仁 江內閣團隊 新聞媒體朋友 大家早 臺嘎走 繼上週國事論壇 本席呼籲教育部應該針對落實本土教育計畫 進行全面檢討 並攜手文化部 內政部 課委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等相關單位 進行族群文化記憶重點與學習素材的訂定 以打造具有深度的本土教育內涵 今天本席要繼續針對 暑期第三學期 納入族群文化課程的實踐 提出觀點 暑期第三學期的概念 在世界各國的教育體系中正逐漸發酵 舉例而言 韓國經濟道的內動國小 今年暑假就開設了歷史中我們的文化 以及我們是文化外交官的課程 老鼓國小則是規劃出15個情境教室 教導韓國的子宮藝 創意魔術 K-pop舞蹈 結合它的花式跳繩 以及新聞探討 等等多樣化的課程 這些課程都不是考試項目 卻是從孩子的角度出發 透過高度參與的活動與實踐 教導他們認識國家文化 啟迪他們的邏輯 創意思考 以及關心時事 表達自我 也培養他們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 成為全球公民 這樣的學習內容 都是平常課程進度壓力之下 難以達到的教學內容和目標 也就是我們暑期第三學期課程最重要的意義 將第三學期納入族群文化課程的概念 不是為了加重孩子的學習負擔 而是希望利用暑假時間 彌補正規學期之內的族群文化學習理解課程 時數不足 寬度 廣度不足的問題 並期許透過活動式的課程設計 讓孩子們能夠淨潤在活潑的環境之中 學習我國多元文化 並深入習得我們的族群語言 文化和記憶 此外 第三學期 若能夠結合教育部 僑委會 以及其他部會的各項活動 例如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 打轉青年藝術家鄉 駐校藝術家 客家新傳師等等 注入文化刺激和活力 不僅有助於實現本土教育願景的落實 增進族群文化的理解與尊重 還能夠透過國際交流 提升國際觀 並宣揚我國豐富多元的文化 閩南客家 原住民族 新住民所擁有的語言和文化 就是我們重要的文化資產 本席呼籲 透過第三學期的推動 鼓勵國中小生半 來實踐我們族群文化教育的理念 請僵演喜副愿 請請僵演喜副愿 請請僵演喜�urally 携華裔 Vocês made Q 真心的推 jud